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人,你节目主角Larry 这一节还在讲乌克兰战争其中一个附带政官,在波兰边境的小镇 距离乌克兰边境很近,15英里再有,受到两飞导弹的攻击 现在还未太查明事情的真相 但是今天来到这一刻,事情亦继续有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们也会为这件事件不停做更新的追踪 这一节依然有我和沈教授Simon会和大家一起去否释这个事件 和讨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Simon你好,我们说起最新的两飞飞弹 似乎波兰那边都没有责怪俄罗斯 似乎也在说飞弹不是来自俄罗斯 可能是俄罗斯制的飞弹 是来自俄罗斯制的武器 但是谁在射呢?就在查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但是毕竟这个也是战争一个很大的突发 波兰是北弱成员国 北弱有第五条 就是说如果有个成员国是受到武装集击的 等同于集击全体国家 这个就是他们最强的防卫条款 究竟今次事件发展下去会是怎样呢? 我们又和军务器人的主持Nary聊一下 现在我们所知的情况 在军事的角度下 究竟我们可以怎样研判 来自哪里射呢? 轨迹如何呢? 大抗目标是什么呢? 你怎样看呢? 是的 三人你好 我相信这次的飞弹集击 的讯息还是很混乱 初步调查 那个初步都真的太初步 所以都没有什么结论出到来 当然这次受集击的目标 这个Provoto 其实那个位置 就和乌克兰的边境 大概15英里左右 很近很近的地方 那个地方我们要画一个界 包括它和俄罗斯边境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 理论上最近就是乌克兰 再远一点就是白俄罗斯 最远就是俄罗斯的边境 照看三个地方发射 如果真的错误发射 或者是因为导航出了问题 理论上如果这样计 乌克兰或者白俄罗斯的机会 就真的会大多一些 如果俄罗斯的边境 始终距离比较远 如果你说是导航 打到去的位置就远一点 所以你说会不会来自白俄罗斯 也有些机会 如果来自白俄罗斯 大家都不会入白俄罗斯数 因为白俄罗斯 理论上都是听俄罗斯话的 所以就知道飞弹大家都会当是俄罗斯的飞弹 今次的弹体做了一个对比 把现场碎片做一个对比 事实是属于S-300的飞弹的机会是十分之大的 跟他们的引擎 即是他们的摩打 对照碎片 就真的挺远的 所以应该都是来自S-300的飞弹 不过我们观察波兰那边 发表的一些讲话 都是一直避免以俄罗斯 攻击波兰这个说辞 他们都是说是俄罗斯制造的飞弹 以俄罗斯制造 就以俄罗斯发动的攻击 作为外交辞令 即是说都是相当谨慎 到这一刻 所以如果我们从弹道轨迹 我们听回拜登那边的说法 就说不似 就来自俄罗斯领土的轨迹 言下之意 就可能是说 要是在白俄罗斯那边发射 要是在乌克兰这边 发射都不出奇 如果这样算 其实也不排除暂时 就是乌克兰 就可能是一个S38的防系统 啟动的时候 不觉着 杜韵出了错之后 就攻击 似乎现在北约 都未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 所以也都未肯 这么快就确定 是要责怪俄罗斯 也都见到波兰 似乎也都暂时没有责怪俄罗斯 这个情况 整个北约的国家 似乎也是这个立场 除了一个国家 我记得就是拉断为难 除此之外 大家都还是非常紧慎地使用他们的外交磁力 其实在军事角度 去到这样的情况下 有什么相对客观的方式 可以研判究竟是哪一个 或者哪一个 Unit actor去发射呢 我相信这个就要看很多 卫星的照片 就是要看之前 就是一直在上空监察的卫星 看回那个轨迹 就是那个导弹 可不可以有蛛丝马迹 例如说是能认得到 当时那个发射的轨迹 或者甚至乎能够追踪到 它原始发射的位置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了 附近有没有机会有无人机呢 在附近就是飞行 也能够拍摄到附近的影像 其他可能就要透过其他的讯息 就是会不会有其他一些摄录的情况 会摄录到其中那个飞弹飞过的Path 也都从各国的雷达 例如说可能波兰 它能够在之前有这个雷达 就偵測到有这个飞弹的飞行途径 等等 就是以上这些去偵測到飞弹的轨迹 其实去到这些个Case 有几大可能是可以操作到的 就是插装架和 所谓的危机 或者是有几多可能性是做到一些 明明是他做的 但是人家查不到的效果 其实有没有这样的空间 好 这个Case 我们看俄罗斯和乌克兰 因为他们用的武器 都是继承自前苏联的武器 例如我们见过的防飞弹 他们用的大炮 其实都是前苏联的武器活动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同质性很高 大家都是用差不多的武器 理论上俄罗斯要押乌克兰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武器就差不多一样 但问题就是 乌克兰有什么的藉口 会攻击波兰呢 有什么利益或者誘因 如果他们攻击波兰会得益 我们就不太见到 所以如果你在国际舆论上 你想插装乌克兰去攻击波兰 在国际层面上就比较难接受 但如果你在国内的宣传 其实又未必不行 我们说国内宣传就是 在俄罗斯的国内 其实乌克兰有一个野心 是要侵略波兰的领土的 原因就是 因为乌克兰和波兰的领土 其实在二战的情况之下 有些地带交叠了 叫做乌克兰拿了少少波兰的土地 但理论上 波兰又拿了少少德国那边 所以振回波兰就没什么损失 但这个也是俄罗斯经常说 就是乌克兰和波兰 他们是领土上 始终有一些抖分 藏碟的位置 但如果你问一下波兰和乌克兰 其实他们 这么多年都相开无事 这个部分 可能俄罗斯可以借着这个借口 就说乌克兰始终都是想 和波兰解决领土抖分的情况 攻击波兰 可能做一个大内宣 都有这样的借口 可以做 但国际层面 就不是很站得住脚 在我们看 如果是乌克兰有没有有因 专专去插装架 想去令到战事升级 令到北若明正言出兵 做不做到这个效果 这个都不能否决这个可能性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集击之后 扎连斯基也走出来了 似乎都是责怪俄罗斯 去做这个攻击的 所以你见到有因 首先如果发生了一个集击事件 接着乌克兰就走出来 在一个道德高地 然后去blame俄罗斯 借这件事去逼西方的社会 国家 要继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如果在利益上去看 阴谋论少少这样看 又不可以说乌克兰就无这个角度 不过就要很小心 因为如果你最后真相揭出出来之后 尤其是现在在这么高科技 包括可能是雷达 或者在我们说卫星上 认得到真相出来的时候 乌克兰就很难堪 而且这一刻 失去了道德光环 集中架禍之后 究竟西方未来被乌克兰的均援 还会有多少支持呢 可能是我们说说 雪片式雪花式的崩溃 在这些情况 雪崩式的崩溃 乌克兰自己的武器 又很难一直可以反攻的力度 所以我相信乌克兰 如果不是去到很绝境 或者我们看 现在这一刻 就没有这样的必要去做 是 那我们如果再推一步 那是俄罗斯制造这个效果 譬如说 艺装一些乌克兰民兵 接着就用俄式的武器 明知他们都有的 那制造这个 好像乌克兰想屈不弱 令到不弱 不想支持他们 那这个 这样转来又转的阴谋论 有没有可能出现呢? 我想就要看 其实发射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看 你说是什么民兵 去dress up 去扮演那些民兵 就应该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可能是 你在发射的位置 在哪里 包括俄罗斯和乌兰 就是我们说他们的炮兵 就是他们的火箭军也好 他们发射的位置 就是防御 其实都会被雷达 或者有机会被卫星捉到的 如果知道了他们的发射位置 大概都猜到他们是什么部队 所以如果你说 在俄罗斯境内的发射 很难说是乌克兰 如果你在乌克兰境内的发射 很难说它是来自俄罗斯的插装架 所以我觉得地理位置 就是在哪里发射 以及去沮观 哪个发射器的发射 有一定的声闻 或者一定的电池频道 捉得到的时候 其实大概都会知道 是哪个部队 无论是哪个国家 哪个部队 细致到哪个车 去发射 都能够找到真相 如果那个真相 是举例 比如说 沃兰军队 为了拦截俄罗斯的攻击 要射 那就不小心射歪了 那其实在北弱方面 怎样研判这个intention呢 你特意射歪一些 想去拖他们下水 还是不过意 技术所限的射歪了 还是 这个正正因为俄罗斯 特意射到这么近边境 那就避无可避 都是这样做的了 那究竟在军事上 刚才那三个可能性 可以怎样研判呢 研判呢 我们就要看 就是那个导弹 首先第一 攻击的范围 是否会威胁到乌克兰 然后乌克兰 就去作出一个合理的拦截 我假设 如果一支飞弹 如果它在越过你的国家的领空 但如果你研判它 未必会降落到它的轨迹 未必降落到你的领土里面 都有机会选择无法射去拦截 因为拦截会有碎片 会跌下来 会击中一些非军事的目标 例如民防等等的情况 制造一些不必要的伤亡 政府又要很多公关解话 赔偿等等的情况 之前台湾、日本都有试过这些情况 所以你说会不会拦截呢 我相信就要看乌克兰 可以了 有没有对他们的领土作出这个威胁 但如果你说 就是那个导弹本身 明明就不是攻击乌克兰 但乌克兰可能经过它附近的时候 他就提案判了 虽然不是攻击他 但他也照拦截过 我相信问题就会大一点 因为理论上 他应该先和可能受影响的国家 立即来一个紧急的电话 去谈一谈的情况 如果是时代提升 可能他有一个判断 就去做一个拦截 但如果拦截不理想 引致到一些公众责任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应该归乌克兰还是波兰呢 这个国际法就没有特别规定 所以到时的情况就会很复杂 所以说乌克兰有没有责任呢 明知S-300的飞弹已经这么多年了 即他们又没有什么 做一个提升 即我们的upgrade 包括他们的雷弹了少少 但就不算是一个 十分之先进的仿艺桶 所以出错是难免的 如果你本身都知道出错率高的时候 还这么拦截 会不会其实都是在制造一些危机给波兰呢 那这个都我们要虽然 即现在就说完了 但我觉得如果在这个case里面 可能北约都要和乌克兰再做多一个沟通 在譬如波兰的角度 那他有什么可以做呢 如果真的查到 怎样都好 即时就不会有出兵的可能性 但是他确实是受到襲击 那波兰人又死了 那做到什么呢 这些黑波兰呢 他们首先 他们无论是总统也好 国防部长也好 即他们的安全会议 其实正在开会议 非常紧急的 即刻要开会 也都会和北约不同的国防部长 安全部长都要开会的 相信很可能在明天的时间 即24小时之内 会启动 就是我们说北约里面条款的第四条 第四条 就和我们以往认识的第五条 那个共同防御 那个的情况有点不同 那通常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五条 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员国 被其他的组织攻击 即无论是国家或者恐怖组织都好 那被攻击的时候 证实了 其实呢 剩下的那二十九个成员国 都会立即握他 立即作出一个反击 就当是攻击一个 等于攻击三十个的情况 去处理 这个我们叫第五条 也是北约里面 一个很powerful的一个条约 但我们相信 就是今次这个事件 在未查明真相之前 就很难启动第五条款 而第五条款 其实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什么启动过 那最近那次 大家都记得的了 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 那911事件 美国就启动了这个第五条 所以呢 当时北约各国 也要履行这个条约 去打击恐怖主义运动 恐怖主义组织等等的情况 所以现在这一刻 我们看 第五条 开动的机会是小的 反而启动第四条 就已经在北约以来 是大概第七次左右 第七次了 而对上启动第四条 都不久的 是刚刚在今年的2月24日之后 包括拉脱维亚、立陶苑 还有爱沙尼亚 再加上波兰 那这四国其实也就俄罗斯入侵 会不会带来北约的东翼 产生一个安全问题 当时就提出了这个第四条 和大家一起讨论 所以第四条 如果被启动 其实就等于开一个 非常高的规格的安全回议 未必会有结果走出来 也未必会有相应的行动 会走出来 不过就叫做安全警告的 级别提升了 大家就着这个议题 会尽快作出一定的回应 还有一定在北约里面做一个大型的讨论 至少都叫做有个Memo 知道了一件这样的事 所以这次看波兰很有机会 很快就会启动到北约条款的第四条 但是能不能够启动到第五条 我估计还是要看多一点 今次的襲击背后 包括真相如何 在哪里发射 什么武器 究竟这件事是属于一个错误的发射 还是一个什么 这个我们要看后续的调查 在北约的反应层面 除了出兵之外 还有很多选择 在波兰的角度 会不会可以这样要求 你帮我们在边境加强一些军备 或者我们自己有这样的疑似的东西 加强拦截的能力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可行的回应 这个绝对是可行的回应 正正我们就回今年 启动了第四条款 你看到包括来自北约的强国 可能是美国 德国 英国等等国家 其实他们在北约的东翼 我们说的北约的东翼 意思就是指 我们说波罗的海三国 波兰 罗马尼亚 布加尼亚等等的地方 在他们的国土上 已经增派了北约的反应部队 已经加强了 都加强了不少 两万名以上的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 所以如果波兰今次 启动了第四条款 而是当中能够取信于 北约的其他成员国 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见秘书长那边 他最后会批准 就会再增派一些部队下去 通常我们见到 可能一些空降部队 通常都是一些比较王牌的部队 你说有没有机会 82空降师 101空降师 未来会再加强 就是我们最快见到调动的部队 就是101 82 空降师 这些 立即进入在波兰边境附近 加强了他们边境防御的反应 最后我们看回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性 就是北约的第五条款 其实要去研判 受到襲击是有很大的 詮释的空间 你觉得在什么的前提之下 才会比较有把握 不如这样就会出兵了 还是其实因为美国不想搞大 也不想跟俄罗斯正面的冲突 就算是多挑衅性都好 他们都会尽量演绎到 不是的意外而已 就是这样 究竟怎么才是构成真正出兵的可能性 这个题目呢 其实就真的很tricky 不过我的看法 如果在情报上看到 俄罗斯是处心積累 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要攻击北约的成员国 例如今次的案例是波兰 我相信情报要convince到 北约的首脑 包括秘书长和其他各国的持份者 就是第一 他们已经为了这个侵略 策略了 包括有资源 有部队 有装备 他们整个计划 整个链路是怎么做的安排 他们整个背套是怎么做的等等 我相信如果是以一个入侵计划的角度去看 那可能就会比较能够说服到大家 就是它透成了 北约成员国内的安全的威胁 例如今次的案例是波兰 所以我相信如果那些说 纯粹是一次飞弹 两次飞弹那种 可能就算我们发现他故意这样做 但如果作为一个军事强国 他如果要打一场仗 就不会只是射两支飞弹 如果真的要打一场仗 做一个入侵的准备 其实后面有很多的物流安排 就是人员的调配 所以如果看不到 有这种大型的 就是我们的mobilization 就是没有大型的动员 没有大型的装备的集结 很可能就当是一个设备不当使用的做法 俄罗斯都经常用这个借口 说这个人吃烟 那里就着火 可能会用这些概念 说在missuse of weapons 当然你说之后在北约那边 会带来什么回响 我们要再观察 所以我相信如果对北约来说 他要看这个是不是一个有计划性的 和是一个长期策划的军事行动 或者在后面 例如我们比较简单看到 就是在边境附近做一些军事演习 那大家看到在乌克兰入侵之前 其实就有很多的白俄罗斯 和俄罗斯的军事演习 其实就在边境不停进行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很强烈的讯号 就是给当时的CIA 就是美国的中央政府局 决定乌克兰很可能 就是会突然会被入侵的对象 在一些北约的小国 特别是埃塞尼亚 拉提威亚 那些 整个组织北约就是想保障安全 在战争期间 其实俄罗斯也试过 飞出自己的领空 比如在北欧那边 那他们会不会担心 那其实 即使现在你没有证据 但是整个trend 他就是想每一步试下试下 不如有没有反应 原来他们是不敢打仗的 那就越退越过 这个会不会都构成 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又不可以否认的 但是呢 就算这样测试 都不可以测试很多次 包括今次我们当 如果都是来自俄罗斯的飞弹 然后就打中你 首先俄罗斯也要有一套说辞 去开脱这件事 如果不是的话 我相信 就未必会升级到打仗 但是呢 就国际关系之间 就会很紧张 包括我们说的制裁 包括就是 未来俄罗斯 在油组里面 是不是要踢他出去 如果踢他出油组 当然这个风险 对俄罗斯的经济很大 又或者其他的油组国家 不能够和俄罗斯 一起在意价上协调 包括现在我们说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似乎在油价上面 就已经有一个 大家觉得他们暗地打不通 就是叫做 令到国际油价不停上升 他们一定要想到更多的方式 去打击俄罗斯 就不能当这样 就冷处理 美国之前想处理 最后都处理不了 可能要再加强 这部分的情况 所以我们观察 就 理论上的红线就在了 如果今次 当一个特别事件处理 但是特别事件 就没有两次三次了 他们会再去评估 俄罗斯如果有这个意图 我们相信 就不会继续给他 这件事再发生 第三次第四次了 在这些情况 应该要警告俄罗斯 包括透过 参谋长联席会议 里面有个热线打给对方 严重警告他 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好像经常都说 核弹是不能够使用的 你使用有灾难性的后果 当然他又不会全盘告诉你 美国会如何应对 这个是属于战略透明和战略无和空间 每个国家都不想太清晰 让对方知道自己怎么做 但绝对会被一定的威胁和结果 会被俄罗斯知道 就是你再这样做 大概你会被打击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俄罗斯一定会收到 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是按着一些牌子 去出牌子的话 这个也是西方经常都相信 俄罗斯应该会知所顿取 如果到这一刻 都仍是会有这些误判事件 很可能拆枪走火 或者大家经常预望 会不会是世界大战的风险 真的会提升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无论这次是谁做的都好 毕竟都是因为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才会有这样的危机出现 那如果俄方是没有刻意去克制 譬如说射远离波兰边境 就算下次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又是证明到 都未必是俄罗斯直接关事 但是如果北约的研判 都是追究那个始组勇者的话 那都是会令到事情随一步升级的 所以俄军如果真的想避免和北约开拖 他都应该会尽量下次射远离边境 那就避免不会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又可以用另一个方式去看 就是俄罗斯又可能 不会跟着北约这个方式去走 就是你看普京 他是比较摆脱正常思维去想 所以三明的判断 有一半是正确的 但是另一个可能性就没有办法 就是普京是可能有另一个想法 包括他不想被国人认为他是怕了北约 所以就可能都要做得强下 不过就像三明所说的 风险就会高很多 因为你在边境附近 如果真的有飞弹攻击 真的不刻意打错了去波兰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直都有看到这个风险 去到今天才发生 其实我们都已经是 所以始终我们说的 麦菲定律在军事上 会犯错的事情始终 几小的机会都好 都会有犯错空间 那我们就要看了 普京就会不会继续去赌博 另一个点就是 普京的攻击在波兰附近的乌克兰的军队 其实另一个概念就是 他要阻折由波兰运送 入到乌克兰的军事装备 包括海马斯 很多的炮弹 其实也是由波兰运送的 所以另一个可能性 会不会就是他想偷鸡 偷鸡就是他想打击到 来自波兰这边的援助之余 其实也想测试北约如何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靠近了波兰边境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真的要看回北约的防卫决心 和底线在哪里 普京心里面怎么想呢 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 所以就 三文刚才的point 在北约的角度 我觉得是绝对正常的 但是现在普京的狂人 或者他们经过精心计算里面 都可能有另一个point 发展不出 是 明白了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很多我们都要看上一步的情况 资讯 再去判断下一步的可能性 今天就先多谢Sanari 我们大家保重 不要客气 好 那我们下次一起去看看这些安全议题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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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